图为约旦军队集结近日,据媒体报道称,叙利亚局势即将随着有一个国家的动向而发生移转。 据此前报道的消息表示,约旦为了公开表示支持美军,很可能准备对叙利亚动武,因为大批约旦军方坦克开往边境的动向,证实了这一窃图,而美军官员则对此表态,欢迎约旦的这一举动。 俄罗斯官员对此表示,约旦的这一用意十分险恶,为了讨好美军而互将冲突升级。目前,这支部队还停在约旦边境地区。 根据分析,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,第一就是建立军事缓冲区,因为近期叙利亚政府军一直在约旦边境附近,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。 第二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在边境线上的阿坦夫军事基地,甚至在局面不保的时候,约旦也会悍然出兵帮助,突围约旦空军的F-16。 那么约旦的军事实力到底有多强?一旦约旦进入了叙利亚,叙利亚该当如何应对呢? 众所周知,约旦一直算是地区一霸,约旦的总兵力达到了十万人,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,其次是空军。 由于约旦历来和美国关系比较好,所以占大头的陆军里,M60坦克有300多辆,酋长百夫长坦克有500多辆,以及各类装甲车差不多1000多辆。 同时,约旦还具备反坦克能力,大量地向美国购买了陶式导弹和龙式导弹,都可以对装甲目标造成伤害。 同时,约旦的空军也非常厉害,基本装备了美国的飞机和法国的飞机,其中包括F16战斗机和幻影F1,以及F5E美楼等,加起来100多架。 前几年被ISIS扶鲁,并且烧死的飞行员就来自约旦,并且还是王室成员。 约旦空军中有一半都是对地打击的机型,剩下的也可以兼顾对地打击。 用来打击已经千疮百孔的叙利亚,根本不是大问题,图为美军杜鲁能好起飞舰在机,所以一旦约旦出兵叙利亚,叙利亚未必真的能招架得住。 而且,有美国撑腰,俄罗斯人也不敢对约旦有太过激的行为。 鉴于目前约旦的行为,连坦克等装备都拉到了边境,显然不是防范物装分子那么简单。 现在的约旦军队,必然是在为进入叙利亚和保卫边境地区为目的的。 而且,美国也十分支持约旦这一行为。 现如今的美国实在是独目难吃,急需一个打兽来帮自身分担一些压力。 而此时找上门的约旦,正好和美国一拍即合。 若是美国真的能获得约旦的帮助,那么叙利亚局势将会再次走向不可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